传统的蛋黄酥是用豆沙加上咸蛋黄 而接下来要带您品尝的这个金沙月圆酥 波及名字很有诗意 内馅的咸蛋黄更是磨成了细沙状之后 再混合奶粉还有白凤豆沙 吃起来绵密又清爽 搭配酥脆的金黄外皮 口感丰富有层次 研发它的人就是老字号食品厂的第二代 本来在家里头专门在帮各大餐厅制作点心 后来受到疫情的冲击 为了找寻新的出路 开始在网路上泛咒 没有想到靠着创意月饼还有点心 累积了不少人气 也替老字号的食品厂扭转烈士 开创出自己的一片田 刚出炉的月饼烤到金黄饱满小巧又可爱的金沙月圆酥 有个十分讨喜的名字外皮撒上黄豆粉 内馅则是包入了一整颗月亮 一切开来磨碎的咸蛋黄混合奶粉和白凤豆沙 口感绵密又有层次 而外皮更是酥脆到入口即化 迷人的滋味搭配茶或咖啡 吃的同时仿佛也正优雅欣赏着天上的月亮 咬下去奶香味很重 饼皮很酥 而且不会太甜 我很喜欢喝咖啡 又喜欢有一点点不要太甜的甜点刚好很适合 蛮绵密的 然后它吃起来的口感方面呢 跟我们吃的那个蛋黄不一样 蛋黄是有嚼劲 可是它的是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除了金沙月圆酥外 这个黑金流沙包也特别吸金 竹炭柔制的松软面皮 刷上金箔一拨开来 香浓的奶黄内馅瞬间爆开 这些创意点心全是由王滋文亲手研发 选用那个屏东的红土咸蛋黄 那我现在喷的是58度的高粱 它就是为了让那个咸蛋黄去腥 超人气的金沙月圆酥 从蛋黄开始就相当讲究 喷好高粱酒的咸蛋黄 用180度高温烤上20分钟逼出香气 接着得费时费功 慢慢把蛋黄给磨碎 用手磨成 细砂状 然后它这样子吃 然后我们再把它整成圆球 这样吃起来才会比较绵密细致 就吃不到那个咸蛋黄 那个中间那个阴影的那个心的感觉 为了让口感更加细致 磨碎的咸蛋黄得抓圆整形 外面再包上一层由奶粉 白凤豆沙及无水奶油 调制而成的独家内馅 内容跟比例得拿捏好 才能让口感层次更为丰富 当初光是为了研发这样的内馅 就让王滋文遭遇好长一段撞墙期 前后花了快半年才释出内馅的完美比例 就连金沙月圆酥的外皮也坚持要与众不同 使用日本产的低筋面粉 混合无水奶油 光是制作面团还不够 要呈现薄而酥脆的外皮口感 包的时候也有诀窍 每个假日都来工厂就是刺 然后每次四十几颗嘛 然后大概做了上百次 大概也丢掉一千 千颗以上了 身为家中大姐的王滋文 是老字号食品厂的第二代 家中专门制作上海点心批发 已经有超过22年的历史 但其实他大学念的是资讯研究 对面食和点心的做法 根本一窍不通 十年前他本来想继续攻读硕士 后来因为父母离异 不舍妈妈一人 带着他们三姐妹 还要经营家中的生意 于是决定回家接棒 从零开始学起 那个时候我也很烦恼 要怎么 因为小孩子还在上课 然后后来他就说他接 所以我就想说 好吧 那他愿意来帮我接 我试试看 王大九 你现在抱得不错 你看你十几年来 这样学 要感谢那些师伯师叔 决定接班后 王滋文从头开始学习 点心制作 场内的师傅们全是老师 像是这个宫廷点心 四喜烧卖 也是由妈妈王立美 手把手教学 从包线到塑形 填料都需要耐心和细心 才能完成 我如果要学 我就一定要学到会 我厚着脸皮也要跟着 那老师傅在他旁边看 其实前三年是真的 应该可以说是我人生最痛苦的 但是 但是那时候没有想要放弃 那时候就是 其实就是很累而已 一心想要把自家工厂经营好 王滋文也利用空档 去跟各大餐厅的师傅 学习厨艺 还考取忠实面食的 丙级正照 尽管辛苦 但是他有着强大的内心 勇往直前 这一切妈妈都看在眼里 员工休息 然后他就要来自己 要来研发 就是要来研发说 这个面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因为面 我们这个面粉发面的东西 它跟天气都有关系 每一年的大概一段时间 都会不稳定 靠着努力 王滋文渐渐上了轨道 自家的工厂 制作的点心 商卖也相当受到欢迎 稳定供应到各大餐厅 只是曹创齐 走过了SARS的考验 这回碰上新冠疫情 业绩可是像学崩似的 跌了七成 就是有听 常常听到哪一家 哪一家收起来这样 我是觉得怎么办 碰到了嘛 碰到事情就是解决问题 然后就是想办法 大家可以平安的过就好了 为了抢救业绩 王滋文决定开设自家官网 在网路上零售贩卖 并发挥创意 在口味外观上更加吸睛 看能否挽救 因为疫情带来的亏损 当初要走网路这一块 我真的没什么信心 因为我一直觉得说 因为我们只是一个躲在后面 一个工厂 类似人家的中央厨房 在网路上没有人知道你 索性好看又美味的点心 加上研发成功的中秋月饼 在口耳相传下 渐渐做出了口碑 甚至有不少熟客一路走来 始终立挺 让王滋文有着满满的成就感 我们中秋月饼预购的时候 开始预购的时候 他们也马上来订 所以这就是让我觉得 就是最难忘 其实也最感动的 就是有客人的支持 其实是我们 就是继续前进的动力 因为这就是我自己研发的 从无到有 那他就像我的小孩一样 那我觉得要做 就要把他做到最好 老字号点心工厂 二代接班运用巧思 研发不一样的 中秋月饼扭转烈势 从食品代工渐渐转型 也让传统月饼 有了全新的面貌 那么 decid 旅行购有很多 我们下期待